一位20多岁的中国女性在首尔江南一家整形外科进行了三次抽脂手术后不幸身亡 其家属对该医疗人员已提起控诉 照片中的年轻女性是29岁的中国人黄某 她于去年11月入境后在首尔江南的一家整形外科接受了抽脂手术 从入境的第二天开始 她在两周内分别对腹部、手臂和大腿进行了三次手术 手术后黄某感到疼痛 尤其是在第三次手术后的第二天 她因手术部位疼痛而行动困难 于是前往医院要求住院治疗 在医院的恢复室 医护人员对她进行了病腐和抗生素注射处理 但是在10点左右 除了黄某和一名看护之外 其他医护人员们都离开了 黄某在恢复室度过了一晚 情况恶化 第二天也是由看护拨打了119求救 她被紧急送到了大学医院 到达大学医院时 她的伤口已经发生感染 并发展成肌肉坏死的坏剧性肩膜炎 进而恶化为败血症 经过一个多月的挣扎后 黄某不幸离世 家属表示 她在临终前恢复意识时 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真的很痛 对此他们感到深深的愤怒和悲痛 家属们对该整形外科院长提出业务上过失致死汗 违反医疗法的指控 家属们的代理律师表示 在相当痛苦的情况下 向该医院医生求助 但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 或转送到大型医院 导致病人连接受最后一次治疗的机会 也被耽误了 警方计划后天对黄某进行验试 并正在调查手术室是否有监控 而SBS电台前往该整形外科寻求解答 并进行电话询问 但医院方面拒绝提供任何回应 然而根据医院提交给家属的医疗记录中显示 在黄某接受第三次手术的隔天 医院方面采取了适当的治疗 症状有所改善 并计划进行血液检查 以检测是否发炎 但因患者不配合 导致延迟抽血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异乡失去孩子 这种痛苦是难以衡量的 院士者安息 如果是败血症的话 看来问题不在于医生的能力 而更像是感染问题 究竟是如何管理的呢 就是因为发生了太多这种冤枉的事故 所以手术术的健康一定必须的 医疗事故发生后 医疗人员总是试图用各种借口逃避责任 不仅是抽职手术 所有为了美容目的的手术都很危险呢 留在自然的状态 看起来更自然和漂亮 我们透过以前的案例很清楚 医疗记录随时可能根据医护人员的需要 被修改或记录 真的气死我了 每次整形外科手术出现死亡事故时 医生通常都不会收到严格的处罚 医院也继续经营下去 江南整形外科请公开名字 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就应该承担责任 院士者安息 女儿在临终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太令人心痛了 想象一下家属的感受 真的让人心碎 院士者安息 你 对 你 感谢观看